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八月份大家知道宋冰冰不会给毛主席记那个红袖章的是吧 他后来改名改成宋学武的 宋什么武啊 宋教武 对 那么其实呢 当时这个叫做红八月啊 其实也是暴力的八月 八月1966年的八月那个时候呢 其实是打死很多人 血案 八月血案 据说在北京曾经打死1700多人 有一些统计数字 当然这都是这个联动的对立面他们统计的 这个认为罪魁祸首都是联动这些的 但是你反过来的就是说 其实后来呢 有很多高干子弟 他们都遭到了这种 反过来也遭到了迫害 也遭到了迫害 也被从很多 包括这个我们百大物理系的邓普方 不是也被人从头上推下去 是吧 大家都知道 你像这个郭世英 他们都在百大 那么其实还有 当时还有 还有一个更那个 叫做欧阳湘啊 他父亲是一个军区的副司令 那么后来这个 因为父亲莫名其妙被打成一个反革命 他写申诉信 但是结果呢 就被 被人这个拿到这个 控告信 认为他的诬告 诬告 反对革命政权 反对红色 红色这个政权 所以呢 他就被揪出来作为现行反革命 大家看看 当时呢 他是被活活打死的 就是他嘴巴里面就塞着这个 袜子还是什么布 然后这个 斗争的现场 当然 他是更厚的两个 六八年 1124 反革命 当时陪斗了这个斗的现场 大家看看 当时那个年代 就是 人权 人的尊严 这个生命 所以 暴力革命 尽管说 无散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理论上有他这样一个 我们可以去理解 可以去阐述他的地方 但是他一旦还原为现实 他是充满那种暴力 充满那种血性 比如说一点年轻呢 他就是因为反革命 到底什么叫做革命 我们没有搞清楚 那么反革命就变成一项罪 变成一项死罪了 那么为此被霍伯尔打死 那个时候 因为反革命罪被枪毙被打死了 可能不计其数 所以这些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就是说他当当背后 这里面有帮派组织 是吧 这一派斗那一派 然后有血战又用血来藏等等 都是那个革命年代 这种煽动起来的一种暴力 来自重庆的同学肯定知道 你们重庆有那个梦 是吧 那个 我去那个墓地也看了 确实是一种非常悲惨的 非常令人感慨的一些青年孩子 都是十六七岁 他们誓死保卫毛鲁鞋 就是为了保卫毛鲁鞋 但是毛鲁鞋活得好好的 在中南海里面 很多的保卫 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保卫毛鲁鞋 然后双方等 把他献出了生命 我觉得这段历史确实 今天看起来 确实是一个很令人感慨的历史 我个人是觉得 这种继续革命 这种革命的激进化 我觉得是 不会有什么好处 不会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某种力量来说 告别革命还是一个幸运 尽管告别革命被在三的批判 但是至少来说 我说在今天 我并不是说 在我们革命 可能有它的必要性 有它的历史的某种 合理性和政大性 这是无疑的 但在今天 我们应该幸运的是 我们中国生活这么稳定 是吧 大家能够安静地坐在客厂里面 不需要逗过来 也不需要到农村去 也不需要到工厂去 那么大家就是 能够安心地学习 建设祖国 创建美好的家园 也创建自己美好的家庭 是吧 这就很好 这里我说的像刘霜的文章 当然我这里念一段 这个有一个 就是这个刘霜 他对这个《乡亲未来》 有这么一种质语 我目前提供给大家看 那么他读到那个 郭鲁山的有一首诗给朋友的结尾 他说朋友请不要用梦挂梦母 这样的结束 是不是有些吐了 只带暴富与世的生活过去 再给我们留下恶情真挚的语言 这其中欲罢不能的情感 是不言自明的 他几乎在同时 诗人写在他的《乡亲未来》 《乡亲未来》 《乡亲未来》是诗人 献给乌鬼救药本 已经死亡了的 被乌亚阶级司定部干尸化了的 空卫病人的网歌 始终有叹息 有内睡 有胆带有确信 唯独没有反省和自责 这不是诗人的过程 当时诗人的思想 就是那么一个水准 莫名其妙的是 三十年过去 这种无悔的情感 在一乐传乐的诠释中 被描述成一个高尚的 可以被炫耀的情节 真是既荒唐又滑稀 我提供给大家思考 这是对《乡亲未来》的另一种批判 但是我本来认为是 完全照着他这样一个对立面 来读解这首诗 还是带有《乡亲未来》的这种 帮派的这种记忆 这样一种背景 我觉得也很难真实去理解 那个时代的诗歌 那么关于文革那一段 我们就先谈到那里 上一节课因为内容太多了 我们压缩的 压缩的 两节课压缩成一节课 那么从现在的我们进度的文革后 是吧 文革后的时期 文革后的时期 确实 我们现在分成前三十年后三十年 那么这后三十年的文学 也是从量上来说 要比前三十年要大得多 那么从重要性来说 我觉得 一点也不压于前三十年 是吧 从他的本身和大家的经验的关系 来说也是解得多 所以大家可能对这一段的文学 会了解得更加充分一些 那么八十年代的文学 我们怎么去看 是吧 今天我们总是说 九十年代 以及我们当下的文学 高气一呼百应 当年这个王猛和几个人 在劳动人文化工讲文学 那么听众是多达六千人 那种神话 那么文学当时是正义一呼 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去讲那个星星 在一些文化工 图书馆 那么听众都是四五百的 都是五六百的 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年代对文学 一直到八十年代 中期对文学的那种热情和 和踊跃 那确实是别的东西不能比你的 当然 其实这个问题 是一个很好解释的问题 是吧 因为八十年代没有别的 既没有电视 也没有网络 也没有手机 是吧 也没有什么这个 搓拔架 也没有什么 别的娱乐方式 最多就是路边摆一点康乐球 所以 文学变成这个时代 文化和思想传播的唯一的 一种方式 同时呢 也是以作家对社会现实 对人生 对过去的历史的记忆的 最深刻思考的一种凝聚 所以 我们说 文学 在那个时代 它成为最具有影响力 最具有号召力的 一种表达的工具 那么它 具有的那么大的影响 也不足为奇了 那么 我们现在 在读我们今天流行的文学史 都对这段 时期的文学呢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包括能性的复苏啊 现实主义的辉煌 作家出的意识自觉 人的解放等等 都似乎证明这是一个 被重新书写的神话 但是呢 真的要在文学的 艺术性的意义上 点出评价呢 却显得 跑回困难 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学 到底取得哪些经验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 在评价二年的时候 还是感到 有难度的 就是和 它那么规划的历史 和它本身的文学的价值 我们比较起来 还是觉得有某种 不相称的地方 但是呢 另一方面 对于我来说 这段历史也并不仅仅是 在这些肛工底下来解释 就是我们 创造文学史的人性的附属等等 现实主义的辉煌 这个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啊 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等等 在这些肛工底下去讨论它 我觉得我们可以打开 更加复杂的 更加丰富的产生的空间 那么 所以呢 也不是说 80年代的文学 就那么一点意义 那么同时呢 在这些旧有的意义底下 就可以完全把它关闭 这里大家看一下 是粉碎四轮帮 是吧 当时大家知道1976年 是吧 金秋十月粉碎四轮帮 那么大快人心事 粉碎四轮帮 那种热情和激动 确实是 难以想象的 难以想象的 那么首先是面临的 1970年 有诸多的重大的事件 是吧 毛泽东过去 那么唐商打地震 嗯 然后有 有这些 有这些事情 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农村去查队 嗯 我的记忆当中呢 就是 有一次我在田里割道子 那个大队通讯员呢 就叫我去大队写标语 说写 那个毛鼻子死了 这个 毛鼻子永远不朽 但是呢 其实这是 传闻 我的毛笔字写得并不好 不知道怎么 他会哪里的传闻说我毛笔字写得好 但是这我就很麻烦了 但是能够从田里 跑到大队过去写标语 这个 大家可想可知是吧 田里呢 太阳晒下面这个 泡在水田里 然后一天赶活那很累 那我也 不管他会写不会写 然后就跟着大队通讯员 就到了大队 到了大队 这怎么办呢 要写很多的标语 不是写一点大字 大家知道 这个大字是吧 我们传统书法是说 能怕骂 字怕挂是吧 你字 摊在那里再好一挂起来就难看了 是不是 但是这怎么办呢 我 没有怎么练过字 现在这个字 而且是毛主席永锤不朽 一直写着这个字 然后呢 我就说在那里先在那练字 拿那个笔的 哎呀 我说这个笔啊 先要写开 这个通讯员一听说 我这么好 这么好这个有水平 还有写开 这肯定是非常厉害 因为是高手 高手 其实我就拿着那边 报纸在那练 拿着排笔在那练 其实呢 写的都是黑底子 是吧 黑底子就跟双 你用结构就行 当然我也练过一点字 也不是说一点都不会写 但是呢 十几分钟之后呢 我就掌握了这个药名 我就按照这个报纸 毛主席永锤不朽 伟大领袖 毛主席永锤不朽 我刚好写 只要写了几幅之后 心里给我提了 那就开始写 然后毛主席永锤不朽 然后毛主席死的时候 整个大队 各个村都挂满了 我写的 所以看这个时候 真是有一种非常强大的 这个 乌鲁道士一种幸福感 成就感 还是一种痛苦 还是一种痛苦 我记住了我对毛主席人的孩子 但是呢 然后又开这个追悼会 开这个追悼会 大家会知道 这个追悼会每一个公社会办会 公社书记 大队开追悼会 然后大队书记 站在毛主席的一向旁边 那么公社开追悼会 公社书记 武装部长 那个时候公社的结构是书记 和武装部长的追悼会 他站在毛主席一向旁边 他们好像是代表着毛主席的家伙 代表着领导 也代表着毛主席的家伙 然后呢 每一个人从他身边走过去 当然也非常 整个公社开追悼会 他通知到一些乡村的干部 然后知青 那种知青还蛮受重视的 也是知青 也是参加那个追悼会 然后这个 就要走到公社书记旁边过去 我们知青点的那几个女知青 就哭得昏天黑地泪的画面 但是糟糕 眼看着就要轮到我了 糟糕这个眼泪一直流下 我这个心里非常非常着急 这个是因为现在他对伟大女称毛主席的感情 因为我平常不会哭 确实很难流眼泪 我这个 确实这个眼泪 可能眼睛有点毛病 就是很难流眼泪 就是你不让这个 女孩子动了 嘩的眼泪 就发开 我这个本事太大 好像有一个开关啊 女孩子 另一个开关 但我看到他们已经泪流满面了 这个我们怎么办 我们这个 我看到旁边有一个这个男生 也不会流眼泪 我想我们两个的最早 其他几个人已经也是流着鼻涕啊 一把鼻涕啊 这个眼泪啊 都流 但是没有办法就走到书记旁边了 这个 但是头还好 就是因为悲伤嘛 头就低着了 不敢抬 抬起来没眼泪 就马上来 低着 然后就握着这个书记的手 哗 背痛回一遍 然后就这样混合过来 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生理的问题 并不是说对毛主席这个 这个 后来这个 随着这个 也可能是冷老的这个生理调节 这边还是有一些进步 所以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流眼泪好 遇到这 没有赔上之称啊 这个 这个 提供者都会流眼泪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就是 对于毛主席的那种感情 就是 每个 每个人 全中国人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么深的感情 是吧 包括周恩来 现在周恩来死了 这个去世 啊 大家哭的这个 会昏天飞天 那么 现在她呢 打算乌尔利道人 如果去世的话 我们也会很悲伤 是吧 但是那个时候很多 人 特别是我们之前的几个 呃 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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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卿就是动不动就哭的昏过去 动不动就哭的昏过去 所以我们非常配合她们 对回到李秋毛主席的感情 啊 所以那个点子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说文革后的文学 是吧 文革后的文学 它所表达的感情 是 那样的情绪 那是一个有 非常深刻的复材 你们今天看起来 说呢 非常夸张 是吧 非常那个很难理解的那种感情 就所有的仇恨 都集中在四人帮的身上 是吧 然后 批判四人帮 那所有的文学都在反思这里面 打倒四人帮 是吧 然后 思想解放与众 好像整个文革就是由四人帮 所构成的 把四人帮抓起来 中国历史马上就发生 伟大的转折 深刻的转变 所以这是中国历史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一个过程 当时呢 这个 当然那样一个背景 我也无法去呈现它 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漫长的背景 我几句话 也不如我们今天的 这么一点时间能够去接触的 当然大家会知道 十一届三国全会 是吧 真正邓小平付出 确实是 给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 建立了一个 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那么从这点上来说 我觉得戴小平是非常好大的 所以我们说 真的中国前三十年是毛泽东的历史 后三十年是戴小平开创的 我觉得这一点一点都不夸杂 在中国 因为这样一种传统 以及我们的政治结构 我们的政治体制 是吧 我们的文化 确实是一个人就能够改变历史 一个人就能改变历史 所以 一个人改变历史 这 有时候能够出现 出现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评价 我确实非常 好像 我又回到了英雄史观一样 越是艰难的历史当中 越是英雄能够起作用 是吧 那么 那么越是和平的 这样一个 民主的一种时代 当然 它一个人不能够左右这个历史 但在那个时候 我们真要感谢中国遇上了 邓小平 或者邓小平 这么一个有魄力 有异想 真正是为中国能力 获得的这么一个领导 我觉得是我们信任 就我个人来说 如果没有邓小平 我肯定是在想想劳动 是吧 我肯定没有 不能今天在这里 这么幸运的能够 认识你们这么多的天之骄子 是吧 确实是感到非常地信任 能够和你们出其他文学 这是我一生的幸福 都有一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